见到第一仙 第3235章 蝶变 一只蝴蝶 苏义悄然顿足 那蝴蝶紧紧小二巴掌大小 通体彩色绚烂 清零偏仙 振翅飞舞时 带起丝丝缕缕的瑰丽光雨 虽然一闪即逝 可依旧在刹那间 带给苏义一种惊艳质感 那蝴蝶的美 太过空灵和梦幻 犹如造化自然的杰作 不似世间能有 奇怪 这涅槃命土不对劲啊 先看到一颗狗头 又出现了一只神秘的蝴蝶 这难道是某种预兆 苏义思存 以往 萧简可从不曾说过 在涅槃命土 还有这样稀奇古怪的神异生灵 不对劲 忽得 苏义察觉到 天地间分布的混沌物碍 悄然发生变化 竟以自己为中心 汇聚成一个接天通地的混沌漩涡 同一时间 苏义的心魂和肉身之间 彻底失去了感应 整个心魂之体 像被关押在这涅槃命土之中 轰隆 混沌漩涡旋转时 产生闷雷般的轰鸣 偶尔有闪电流窜 闪烁不定 忽明忽灭 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感 涌上苏义心头 毫不犹豫 他将心魂力量运转到极致 身放大无量光明 一盏灯如大日般高悬头顶 灯影中 化作道剑的新命法香 浮现出 几乎在苏义刚做完这一切 一遍抖声 这接天通地的混沌漩涡 猛地剧烈旋转 释放出亿万耀眼的结光 所以眼前一黑 下一刻 就感觉像有无数条锁链 一层层捆覆在身上 勒得自己的心魂快要崩碎 任凭他如何运转心魂修为 都无法抵抗 反倒像被深深活埋在地下深处 身上像承受着太古神山的镇压 压力越来越重 这是什么鬼东西 苏义感觉自己的心魂 就像被彻底蒙蔽 失去了一切感知 陷入一种无尽的黑暗中 连意识都正在渐渐变得 浑恶和模糊 完了 蝶变之节已经上演 极远处地方 那座小土丘下方 黑狗瞪大眼睛 他能清楚看到 极远处的天穷下 混沌物癌演化成了一只蝴蝶 那蝴蝶无比庞大 双翅展开时 宛若垂天之云 遮蔽天穷 随着蝴蝶双翅拍打 那片区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漩涡 漩涡内 竟是触目惊心的浩瀚杰光 这 就是蝶变之节 一种极端神异 可怕的星节 源自涅槃命土的本源力量 其杰铃便是一只婴孩巴掌大小的美丽蝴蝶 黑狗清楚记得 当年身为命官的萧简 第一次前来时 自己专门提醒过 让他小心 一旦遇到那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蝴蝶 最好第一时间开溜 否则 必将大祸临头 可萧简却很头铁 不禁反喜 摩拳擦掌 要见识见识那小蝴蝶的能耐 结果 萧简遭殃了 被困蝶变之节 遭受足足百年时间的折磨 心魂差点涣散萧亡 当最终侥幸脱困时 萧简被折磨的神志都出了问题 时而大哭 时而大笑 时而又发颠般 坐在那喃喃自语 说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话 当时 黑狗都怀疑萧简是不是被废了 而现在 蝶变之节再次上演 只不过 却换作了一个新命观遭解 黑狗谈不上焦急和担忧 他只是很同情对方 才刚第一次前来涅槃命土 就遭受这等大难 那小子怕是要玩 也不能怪老子 谁让你小子 不把本作当回事 黑狗一阵冷笑 旋即 他又沉默了 正正地看着远处那一场大劫 脑海中 却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往事 那个书生何等绝代的一个人 曾被命和起源中的一些老人所看好 谁能想象 他也败在了成为命运主宰的道徒上 命和起源中那些老杂毛 未免也太狠辣无情 自己得不到的 命可毁掉 也不允许他人得到 还有天理吗 还有规矩吗 若非那些老杂毛阻挠 何至于一代又一代命官 都折挤在命和起源 一想到这 黑狗心中就躲得慌 不管他愿不愿意 都不得不承认 那些被视作天前者的混沌出组 的确都太过强大了 强大到 除了命和起源 这世上再没有其他地方 能够承受他们的大道力量 很快黑狗就又冷笑起来 一群没娘养的老东西 再强大 这辈子也只能待在命和起源 无法走出 这就是你们的命 天前者每一个皆是混沌出组 但不是每一个混沌出组 就能成为天前者 因为名额有限 在命和起源 从混沌纪元最初的时代开始 一直到现在 只有五位天前者 从来没少过一个 也从来没有多过一个 因为那五个老家伙 从混沌最初时就活着 一直霸占着天前者的位置 未曾被人撼动过 从来没有 并非是没人去挑战 而是那些挑战者 皆失败了 很久以前 执掌命术的萧简 被许多老人看好 甚至得到过一位天前者的青睐 不惜瞒着其他天前者 为萧简护道 可惜 后来事情败露 不止那位天前者遭受严惩 连那位天前者所在的宗族 都遭受迁累 宗族上下所有人 被贬为罪名 关押的关押 驱逐的驱逐 流放的流放 而那位天前者 自此意志消沉 被迫交出手中权柄 自求于族中 化地为牢 按照其他天前者的规定 这位天前者 此生再不能踏出宗族半步 否则 就要让其宗族上下真正覆灭 这件事 曾引发命和起源轰动 可在那些天前者的联手封锁下 真相早已被掩盖 世人根本不知道 那位天前者 和其宗族所遭受的惩罚 是因为萧简一人而引起 而让黑狗没想到的是 萧简 竟然真的死了 想到这 黑狗心中又是一阵悲凉 难道说 一代代命官 在那通往命运主宰的路上 都将无法摆脱 遭难而亡的命运吗 轰隆 极远处天穷下 蝶变之劫在上演 混沌漩涡鸿鸣 激荡如雷 黑狗也不知想起什么 长叹一声 闭上了眼睛 像条死狗般 把脑袋摊在地上 有气无力 颓废到了极致 她曾对萧简抱有极大的希望 也曾跟随萧简一起闯荡过 见证过萧简一身的传奇过往 在今天之前 她依旧还心存一线希望 期待着有一天萧简能够活着出现在自己面前 蹲下身笑明明摸一摸自己脑袋 说一句 狗东西 老子回来了 这样的画面 不知多少次出现在黑狗的脑海中 可惜 在今日见到苏役之后 连这仅剩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无尽等待 到头来却落了一个空 黑狗彻底心灰意冷 甚至 都懒得再去关心 那新来的命官 能否在蝶变之节中活下来 活下来又如何 身为命官 注定以后将走上那一条断头路 混沌漩涡鸣旋转 结光如潮 以一种神山压顶的态势 不断轰击在苏役身上 苏役周身 都像被无数锁链困住 失去一切感知 意识都快要浑恶 她眼下唯一能做的 就是运转灵台感应片 保持心中一点清明不灭 相比之前 苏役已经冷静下来 意识到 自己正在遭受一场 诡异神秘的劫难 渡过去 就能活 反之 则死 心静 命之所属 心魂一旦灭了 肉身也注定将腐朽而亡 涅槃命土中 怎会有这样一场诡异大劫 为何又偏偏被我遇到 苏役想不透 她也懒得多想 当务之急 是破局 她开始尝试 以灵台感应片传承施展 所掌握的各种心境神通 可每一次 都以失败告终 那大劫太恐怖 把她整个心魂禁锢镇压 每一次轰击 都带给她心魂极大的冲击和折磨 就像置身刑场上 正在被千刀万剐 那种痛苦 足以让其他修道者 心境崩坏而亡 但 苏役不曾理会 此前是今生遭受的大劫大难 不知反己 自有办法摒弃和隔绝这种痛苦 接下来的时间里 苏役不断尝试 最终发现 当施展出大道命轮的力量时 勉强才能和这一场大劫对抗 但 也仅仅只是对抗 只能保持心境不至于彻底沦陷 想要破局 还是不行 不过 苏役倒也并非没有收获 她发现在对抗大劫时 心境力量能够汲取到一丝丝极为微弱的奇异生机 哪怕心魂被大劫轰击出许多伤痕 在这种奇异生机的修复下 短时间内 游子可以撑下来 不至于被这一场大劫灭了 难道说 破掉此劫的唯一办法 就是硬撑到底 直至这一场大劫自行消散 苏役心中有些沉重 可这要撑到多久 万一那大劫一直上演 难道自己一直要承受这种大劫轰击的折磨 若时间久了 自己彻底撑不住怎么办 不行 不能被动等待希望出现 必须得找出一个办法来 苏役从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 眼下的困局反倒激发起他那沉寂已久的斗志 接下来 他继续尝试不断施展各种和心境有关的手段 诸如心境神通 心境大道等等 可每一次都是失败 失败 不断地失败 换作他人 早就放弃 可苏役没有 他心境沉静 不断推演各种办法 也不知失败了多少次 就在苏役将一切和心境手段都快用尽 以一种不抱希望的念头 尝试着运转一门和心境无关的大道石 一便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